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见面不到半小时的相亲对象,晚上给我发来一条消息,抱歉,今天的课有点多,没关系,课套的说辞,明白,我以为对话就要这样结束了,结果对方又冒了一条消息出来,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大学毕业,我和相恋三年的男朋友分手了,两年后在家人的介绍和撮合下,我相亲找了一个老公,陈沐云,比我大三岁,斯文儒雅,清冷高贵,年纪轻轻,还是个学术教授,妥妥的高龄之话,傅多多总说我走了运撞见如此绝品男人,就连我的家人都对他十分满意。 我,我当然也满意,结婚半年,我们相敬如宾,互不干涉,除了会降降酿酿,简直比合租室友还合租室友。 我第一次见陈沐云是在相亲的咖啡厅,她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色衬衫,身形挺拔清秀,整个人清澈得像是刚从校园里走出来。 实际上,她看了一眼手表,对我说,温小姐,还有十分钟我就要上课了,我们先加个微信,有空再聊。 我当时对这场相亲并不感兴趣,猜测对方也是,要不然她不会说出还有十分钟就要上课这种托词。 果然,我扫了好友二维码之后,对方迟迟不通过,这应该就是拒绝的意思了。 没想到晚上我刚回复完我妈询问相亲情况的消息,我就收到了她的好友申请已通过,并且对方很快发了一条解释的信息过来。 抱歉,温小姐,今天的课有点多。 没关系,客套地说辞,明白,我还以为这段对话就要这样结束了。 对方又冒了一条消息出来,温小姐,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吗? 她是问我对她的印象吗? 可我们见面才不过半小时,加上这简短的微信聊天,不超过二十句。 没有,挺好的。 我礼貌回复,紧接着对方诱发,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结婚? 我当场就震惊了,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对方的语音电话就打了过来,并且我在慌乱中按下了接听键。 喂,温小姐。 我硬着头皮嗡了一声。 对方表示唐突的歉意之后,继续询问我刚才的问题。 结婚? 嗯,我知道这有些唐突。 她说了一大堆话。 我以为她会像其他相亲对象一样,宣扬大男子主义的高高在上。 但实际上,自始至终,她的态度都很温和与平等。 抱歉,温小姐,是我年纪到了,家里又催得紧,我觉得我们很合适。 而且,我的父母对你也十分喜欢,如果您不愿意,也没关系,确实我这个人比较不讨喜。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最后,她的声音还带上了几分低落和沮丧。 我当时,我当时心一软,压根没察觉出她当时说的话漏洞百出。 当然,对方也确实有几句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毕业两年后,我因为没有找男朋友而被父母催促。 陈沐云的出现相当于正磕睡送来的枕头。 我沉默了一会,说,您让我考虑一下。 好。 于是,第二天在考虑清楚之后,我给陈沐云发了消息。 在后面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跳过谈恋爱,直接订婚和结婚了。 连婚礼酒席都没办,傅多多拿着我的小红本。 这么着急结婚,对方该不会是有什么隐疾吧? 我愣了,我没想到这层啊。 傅多多泽了一声。 姐妹,这可不得不想啊,这男人好不好,可直接影响你下半辈子的。 于是当天晚上,我洗完澡躲在被窝里听着浴室传来的水声。 随着咔哒一声响,浴室门口站了个身高腿长,宽肩斩腰的大美男。 我生怕自己刚才偷听被发现。 直接将被子拉高,挡住了半张脸。 露出一双眼睛盯着陈沐云。 陈沐云擦头发的动作一顿。 对我说,我待会睡客房。 睡客房?果然有问题。 我嘀咕,想起白天富多多的话。 那个,陈老师。 嗯。 我们好像忘记做婚前体检了,我的声音小得跟蚊子哼一样。 陈沐云正了半天,立马反应过来。 你要是想检查,今天也可以的。 陈沐云的声音有些低,还有些哑。 反正就是该死的性感迷人。 那天之后,我就想跟富多多说。 嗯,鉴定完毕,一切正常。 在外人看来,我和陈沐云恩爱和谐。 但实际上,我们两个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因为是大学教授。 陈沐云时常将自己装得稳重老程,矜持高冷。 他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在书房里看一天的费曼物理学讲义。 如果他看得很起劲,晚上睡觉前还会和我讨论一下气体分子动理论。 拜托,谁要和他在床上讨论物理题目啊? 他难道没有注意到我今天新买的睡群吗? 这个男人简直无趣。 我倒头就睡。 陈沐云问我,你困了吗? 我没好气地回答。 他一脸不解,为什么我每次讲物理你都会困? 你不喜欢吗? 我转过身。 陈沐云清澈漆黑的眼睛眨巴了两下。 柔和的床头灯光下,他的眼简直动人心魄。 陈老师,我还是对你比较感兴趣。 陈沐云的表情比刚才还要更加不解。 但很快,他反应过来。 耳间一红,连带着眼神都变得无比青涩和纯情。 我明天早上还有课。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或许陈沐云可以和我讲讲他的故事。 但他好像误会了。 陈沐云不是一个欲望很重的人。 他隐忍克制,少有失控。 我们彼此尊重,细水长流。 我们结婚半年和结婚一天,并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星期前,我和傅多多逛街, 在吃饭的餐厅遇到了陈沐云。 他们人多,一看就是同办公室或者是研究团队的人出来一块聚餐。 其实吸引我的并不是陈沐云,而是陈沐云身边的另外一个女生。 她看起来和陈沐云一样,同样的干练自信,同样的大方温柔。 两个人并肩而行,行走间还有交谈。 陈沐云微微侧耳,认真倾听。 远远看去,默契且氛围感十足。 傅多多惊讶,那不是你老公吗? 他也在这吃饭? 嗯,是。 他嘖嘖两声,难怪你要选这里了。 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会在这里遇见陈沐云。 我和陈沐云就算结婚了,生活圈子还是和以前一样。 他是他,我是我。 他从来不会过问我和谁出去逛街。 我也不会过问今天晚上跟他在身边的女人是谁。 虽然我的心口莫名有些堵,并且我突然发觉,这种平和婚姻下的假象,好无趣。 有的时候,我在想,我和陈沐云无碍结合。 如果有一天,陈沐云遇到了他的真爱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很快就有了答案。 那就是,退位让险。 只可惜,我一直没见过陈沐云有所谓的真爱。 在我去听了一场他的讲座之后,我恍然大悟。 也许,物理才是陈沐云的真爱。 作为学校里最年轻的学术教授,陈沐云的讲座总是一座难求。 虽然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言去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看着这样一张脸在台上讲物理。 那些灰色枯燥的东西也不是那么难以忍受。 陈沐云痴迷物理,痴迷到什么地步? 忘记吃饭是常试。 甚至有的时候会窝在实验室里,一个星期不回家。 搞得付多多一度怀疑。 不应该啊,陈沐云这如狼似虎的年纪, 难道物理会比漂亮老婆好? 我怀疑她在搞黄色,但我没有证据。 这还算好的了,之前听陈沐云的父母说, 她有时候十天半月都不回家的,就为了做实验。 嘖嘖嘖,这就是格局,不是我等凡人能够企及的。 傅多多感叹了两句,然后抱住我,还好你有我哈哈哈哈。 傅多多离开之后没多久,陈沐云就回来了。 我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她问我吃了没, 我点了外卖,已经吃过了。 她挽袖子的动作一顿,呕了一声, 然后说了声,我去书房就上楼了。 每天我们两个的对话就是这样简单。 如果她能在书房待一天, 并且我不踏足书房的话, 我们两个的对话会再次缩减。 没有共同语言,也不沟通。 这就是我和陈沐云结婚半年的状态。 面前的电视剧突然就不吸引我了。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我要一辈子都和陈沐云这样过下去吗? 这样平静且无碍的生活。 是我想要的吗? 这个问题我越想越一梦。 怎么还不睡? 陈沐云从书房出来, 看见我还坐在客厅。 哦,我待会就睡。 她嗡了一声, 转身进了一旁的水吧, 给自己倒水的同时顺便递了一杯给我。 她的动作随和且自然, 但整个过程我们没有一句交流。 那个,陈沐云, 我叫住她。 她转过身看我。 我,算了,没事。 我端着杯子不愿再开口。 陈沐云嗡了一声, 又上楼去了。 这个男人不仅无趣, 而且很直。 第二天, 陈沐云出门前告诉我 她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这种事情我习以为常, 本来打算约傅多多。 结果, 对方因为新交了个奶狗小弟弟, 没空陪我。 傅多多交的奶狗小弟弟才19岁。 我打电话过去的时候, 正好听见对方叫傅多多姐姐。 那一声声粘人又乖巧的声音。 难怪让傅多多乐不思数。 宝贝, 你懂得, 这个年纪的弟弟就是比较粘人。 是吗? 我想象陈沐云19岁的样子。 按照她那古板老成的性格, 就算19岁, 也不会这样吧。 傅多多没有空。 我只好去了一趟画室。 大学里我学的画画, 毕业之后开了一家画室。 这个点画室的学生不多, 但待课的茶室好像有客人在。 我以为又是某个来咨询孩子学画的家长。 直到待课的前台透过窗户看见我, 十分惊喜地起身。 周周姐, 你来了? 周先生, 这就是我们老板。 背对着玻璃门和我的人起身转头。 在看见那张熟悉的脸时, 我的呼吸一清, 和陈沐云结婚之前, 我有一个谈了三年的男朋友, 叫周琪。 我们是大学同学。 我学的画画, 他学的设计。 都是艺术类, 共同语言很多。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就听说过周琪的名字。 他的照片在我们学校官网招生版面上挂了一年, 还是我们的院草。 但周琪看起来不像学艺术的人。 他开朗耀眼, 喜欢打篮球。 只要下午没课, 都能看见他穿着球服在操场打球。 帅气张扬的样子迷倒了很多的女生。 被这样耀眼的男孩子喜欢。 本该是一件骄傲的事情。 但实际上并没有。 周琪是一个很大咧孩子气的男生。 他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个女生的嗜好。 我们因为这个有过无数次的矛盾。 我也哭过好几次。 但先道歉的是周琪, 再次犯错的也是周琪。 最终在毕业前夕, 我得知周琪听从家里的安排, 选择和另外一个女生出国的事情之后, 和她提了分手。 她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 家里人不放心才让我一块去的。 你干嘛总是想太多? 说到底, 还是因为你对我不够信任? 周琪和我争吵第二天, 依旧选择坐上了飞往国外的航班。 一年多时间, 我们几乎没什么联系。 没想到在我结婚半年后, 她居然回来了。 阿温, 周琪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变化, 叫我名字使眼睛亮起来, 身上少年意气浓厚。 好久不见, 阿温, 我回来了。 命运啊, 有时候就是这样神奇。 我看着杯子里的咖啡泡沫渐渐消融, 露出液体本来的颜色。 周琪坐在我的对面, 询问我的近况。 我说还好, 对话和气氛其实都有些尴尬。 我想了想, 问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突然找到了这里。 前两天, 听说你开了画室, 就和朋友要到了你的画室地址, 准备过来碰碰运气。 没想到, 你把画室开在了这里。 我的画室就在之前我们上的大学附近。 我和周琪之前谈恋爱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们之间的共同朋友也很多,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以为我将画室开在大学附近, 是在怀念什么。 就连周琪也误会了。 我笑了笑, 之所以会开在这里, 是之前有一个学长低价转让给我的。 我正好接手盘了下来, 而且, 我结婚了。 对面的周琪笑容一僵。 我看见他脸色有一瞬间的煞白, 然后磕巴道, 我, 我知道。 他挠挠头, 转了个话题。 我听说你们画室在找老师, 你看我可以吗? 这回轮到我疑惑了。 周琪解释, 我正好有两个月的空闲期, 我想找个兼职打发一下。 我并不想答应。 按照我和周琪以前的关系, 现在再怎么见面都应该保持一下距离。 周琪做我们画室的老师不太合适。 周琪, 合不合适, 不应该看能力吗? 阿温, 你没有让我上过课, 怎么知道我不合适? 还是, 你在担心什么? 好吧, 那你明天来上课试试。 周琪裂开嘴笑了笑, 正好到饭点, 他邀请我一块吃饭。 怎么说我也刚回来, 你不至于陪我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吧? 我和周琪当初也算是和平分手, 倒也没到两看相厌的地步。 我点点头, 周琪带我去了学校食堂, 找的借口很完美, 说回忆一下学校的味道。 经过教职宫食堂的时候, 我忽然想到陈沐云, 也不知道他下课了没有, 吃完饭回到家已经七点了, 我打开灯, 你回来了? 听见熟悉的声音, 我吓了一跳, 我往台阶上看去, 陈沐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 你吓到我了, 你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吃饭了吗? 陈沐云嗡了一声, 我也没想太多, 从她的身边经过, 那我先回房间洗澡了, 手忽然被拉住, 我转过头疑惑地看着陈沐云, 她好像有话要对我说, 又没说, 有点奇怪, 我正要问, 她转身就又去了书房, 那么了, 她今天怎么回事? 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 搂着我腰的手力道忽然收紧, 接着我被人堵住了唇, 陈, 陈沐云, 你明天没课吗? 有, 有你还, 我被咬了一口, 显然, 陈沐云不喜欢听废话, 我很快反应过来, 陈沐云, 是不是有人惹你生气了? 谁? 她不说话了, 我默了一会, 总不可能是我吧, 我今天可没做什么让她生气的事情, 陈沐云鼻腔里, 一出一声不满的哼声, 看来还真是我, 那我跟你道歉, 你不要生气了, 就不, 以前怎么没发现这男人这么幼稚,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 下楼后, 看见陈沐云正在准备早餐, 我瞪了她一眼, 陈沐云咳嗽了一声, 声音心虚的有些低, 我做好早餐了, 想将功赎罪, 陈沐云垂谋不语, 她端地那副正人君子坦然无味的样, 看得我心口发堵, 我揪过她的领带, 扯乱了, 又在她的脖子上啃了一口, 嘶, 陈沐云皱眉, 我满意地看着她脖子上的红印, 嗯, 有本事她上课别扯领带, 要不然, 她这在学生眼中温文尔雅的人设, 就得崩了, 心情大好, 我喝了一口牛奶, 陈沐云重新系好领带, 你要去画室吗? 那我送你, 陈沐云这话说得我一愣, 虽然我的画室就在她授课的大学附近, 但陈沐云很少接我上下班, 当然, 也有可能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去画室的时间比较少, 好, 我没怀疑什么, 于是我们一块出了门, 刚到画室门口, 我就看见等待的周琪, 我解开安全带下车, 周琪也看见了我, 眉眼一书朝我招手走过来, 我点头示意, 要朝画室门口走, 陈沐云忽然喊住了我, 周周, 下午我来接你, 我愣了一下, 点头, 陈沐云浅笑, 目光似不经意地扫过了走向我的周琪, 我目送陈沐云离开, 周琪正好也来到了我面前, 阿温, 我给你带了早餐, 他兴致勃勃地将手中的包装带给我, 我吃过了, 你自己吃吧, 我婉拒, 周琪眼底一闪而过的失落, 我当作没看见, 又听见他说, 刚刚送你来的, 我丈夫, 这下周琪彻底沉默了, 他呕了一声, 早餐袋被他捏出了深深的褶皱, 一码归一码, 周琪要留在我这里当培训老师, 我安排他上午上了一节课, 周琪这个人虽然有些性格大脸, 但做事却很负责, 上午的课上完, 学生对他的评价都还挺好的, 阿温, 中午一起吃饭吗? 我, 我话还没说完, 门口就有人叫我, 一个穿黄色衣服的人问, 温女士在吗? 这是您的外卖。 外卖? 我没有点外卖呀? 我正纳闷, 手机响了, 居然是陈沐云, 给你点了外卖, 中午记得吃。 奇怪, 这人干嘛给我点外卖? 不过这倒避免了我和周琪 一块出去吃饭的尴尬。 不用了, 我丈夫给我点了外卖, 你自己去吃吧。 哦, 周琪笑得不甚开心, 我当作没看见, 开什么玩笑, 我现在可是有父之父, 即便我和陈沐云没有多少感情, 我也不敢做那种婚内出轨不道德的事情。 昨天我就和周琪说清楚了, 只希望周琪能拎清楚一些, 不要给我造成困扰。 周琪外出吃饭的时候, 我接到了傅多多的电话, 他问我在干嘛, 我都如实回答了, 到最后傅多多吞吞吐吐地告诉我, 周琪回来了。 我知道, 你知道? 嗯, 他现在在我的画室上课。 什么? 傅多多惊讶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跟他解释清楚, 傅多多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我还以为你对他旧情未了。 温小姐, 你现在可是有父之父, 可别行差踏错, 成为失足妇女啊。 而且我说句重肯的话, 我觉得陈老师比周琪好, 我让傅多多放心, 会答应周琪完全是因为他的能力, 和私人感情扯不上关系, 而且周琪待不了多久。 下午下课之后, 周琪问我, 有什么安排? 我没有。 那我们, 不好意思, 我丈夫来接我了。 我看见窗外驶过来的车, 没顾得上听完周琪说话, 拿了包就走。 周琪跟着我出了门, 陈沐云正好从车上下来, 下课了。 他看我, 好像没注意到我旁边的周琪。 我点点头, 他接过我的包, 回家吧。 好, 这个时候周琪好像才有存在感一样, 他惊讶地叫了一声, 学长。 这声学长叫得陈沐云的动作一顿, 像是才看到周琪一样, 汉手示意了一下, 他们认识。 我困惑地看向这两人, 周琪惊讶地表情过后, 目光变在我和陈沐云身上徘徊。 他乐乐道, 原来阿温的丈夫是你。 陈沐云皱了皱眉, 不好意思, 我和我爱人还有事, 下次见面再聊。 陈沐云揽着我的腰离开, 开车前我看了一眼, 周琪还站在画室门口, 呆呆地跟丢了魂一样。 我看向旁边, 你认识周琪。 这声音有些闷, 他是小我两届的学弟, 之前我们有一个联谊比赛, 算是认识, 而且我们以前住在同一栋宿舍楼。 那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和周琪是在大学里谈的恋爱, 我居然对陈沐云一点印象都没有。 陈沐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我们不是一个学院专业的, 没见过也正常。 也是。 我是学艺术画画的文科生, 陈沐云是学物理的理科生。 周琪看样子跟陈沐云也只是认识而已。 我没见过正常。 接下来几天, 陈沐云都会来接我上下班。 不仅如此, 他只要中午没课, 还会来找我吃饭。 我从一开始的难闷到后面的疑惑重重, 陈沐云该不会是背着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吧? 不然这几天怎么对我格外上心? 你是来跟我撒狗粮的吗? 我对付多多说出这个疑惑, 傅多多反问一句, 搞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 除此之外, 还让我觉得有些困惑的就是周琪。 自从周琪知道了陈沐云是我的丈夫之后, 偶尔聊天会扯到陈沐云。 我一开始答应陈沐云来接我上下班, 心里也是存了让周琪看见病死心的目的。 这个目的显然是达到了。 周琪问我和陈沐云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我如实告知, 你们毕业后才认识的。 嗯, 见面的时候才知道他和我们是校友, 就比我大两届。 没想到他还和你认识。 缘分啊,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那你们感情好吗? 这话说的, 我察觉出周琪话里有话, 挺好的。 周琪脸色一白, 又不说话了。 下午下课的时候, 他和我说最近要请两天嫁处理私事。 我同意了。 周琪请假的第二天, 正好是周末, 画室来上课的学生比较多, 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是我顶上。 上午上完课, 画室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你就是温州。 进画室的女子莫名有些熟悉。 我还没想起在哪见过, 迎面而来就是一杯水。 你要不要点脸呢? 勾引人家男朋友? 这一杯水直接将我泼蒙。 整个画室一阵惊呼, 窃窃私语声不断。 画室前台和其他老师挡在我面前。 那女生咄咄逼人, 怨恨的目光扎在我的身上。 她勾引我男朋友, 还有理了。 这样品行不断的老师, 你们也敢在这里学画画。 你别含血喷人啊, 乱说什么的你。 你男朋友谁啊? 当前台的小姑娘双手张开。 周琪就是我男朋友, 昨天她还在你们这里上课。 周琪, 我想起来了, 这个女生, 是当初周琪出国时, 跟着一块去的那个女生, 叫书欣。 周琪还说, 这个女生只是她的发小。 如今她所谓的发小在我的画室里撒野, 还说我抢了她的男朋友。 我突然觉得有点可笑。 画室乱作一团, 吵闹声不断。 我正克制自己冷静下来, 突然就听见人群外围一道熟悉的声音。 发生什么事了? 陈沐云, 她怎么来了? 我惊讶过后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自己这副狼狈的样子, 不能被她看到。 但来不及了。 我一抬头, 就和拨开人群的陈沐云一眼对上。 陈沐云皱着眉头来到了我的身边。 怎么回事? 陈老师, 来了个疯子, 在这撒野泪, 还污蔑我们老板抢她男朋友。 就是, 二话不说就泼了温老师一连水。 这些人七嘴八舌, 虽然都是为我说话为我好, 但我只觉得无地自容。 陈沐云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 盯着舒欣的眼神冷淡且不善。 你泼水了? 是又怎么样? 温州不要脸抢我男朋友, 我泼他水算好的了。 你谁呀? 我叫陈沐云, 温州的丈夫。 舒欣愣住了, 陈沐云却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污蔑和诽谤是犯法的。 你凭什么说我造谣诽谤? 你知不知道温州和我男朋友之前 谈了三年恋爱, 我男朋友一回国就来找他, 谁知道是不是他对我男朋友 就情难忘, 都结婚了还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 舒欣闭嘴, 又是一道呵斥的声音响起。 周琪也来了, 我一个头两个大。 周琪把舒欣往边上一拉。 见人道了, 舒欣更加不依不饶。 周琪冷声呵斥, 舒欣这才不情愿地闭嘴。 然后周琪又拉着舒欣向我道歉。 不好意思, 阿温是我没有说清楚。 我心累, 一点都不想搭理这两人。 陈牧云声音冷得出奇。 周琪, 之前是看在同为校友的份上, 周周答应了你在这里交话, 你的感情私事, 别把我家周周牵扯进去, 她现在是我的妻子。 周琪脸色惨白, 嘴唇颤动着。 还有, 陈牧云又补充道。 她取了一杯水, 突然手一扬。 那杯水直接泼在了舒欣的脸上。 舒欣尖叫一声, 眼神震惊。 这是你欺负她的回礼。 一场闹剧以周琪带着舒欣狼狈离开结束。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课也上不下去了。 我沉默地坐在车上, 陈牧云后面进来, 取了纸巾擦我湿了的头发。 我们的距离实在近, 绝对不超过三十厘米。 擦到我脸的时候, 我眼睛颤了颤, 有几分躲避的意味。 陈牧云停了下来, 一双眼睛沉静漆黑地望着我。 对,对不起。 我开口。 今天的场面实在不应该把陈牧云牵扯进来。 不用说对不起, 又不是你的错。 陈牧云声音低沉。 我更显心虚, 其实,舒欣有的话说得没错。 周琪是我的前男友, 我和她之前谈过三年恋爱, 后来她要出国, 我们分手了。 陈牧云手一顿, 忽然说, 我知道。 嗯, 陈牧云继续手上的动作, 我知道你和周琪的关系。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追问, 陈牧云又不说话了。 我解释, 我已经不喜欢她了, 这次她回国, 我们也是偶然遇到, 见面第一天的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她我结婚了, 让她留在画室里当老师, 也只是因为她想找一份兼职, 绝对不是因为我有私心。 说着说着, 我的声音越来越低, 不是因为心虚, 而是因为陈牧云的眼神。 她静静地看着我, 目光沉静漆黑, 如同一汪深潭。 她问, 那你喜欢我吗? 她这个问题问得突然,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愣住了, 陈牧云耐心等耐, 车厢里十分安静, 要不是有车子打喇叭, 指不定我们会一直这样僵持下去。 没关系。 陈牧云说, 他让我系好安全带, 但我不知道那句没关系是什么意思。 事情第二天突然在群里发酵, 也不知道是哪个多事的家长拍了视频上传, 掐头去尾, 文案也写得模糊, 我被顶上风口, 画室门口多了很多要来退款的学生, 归根结底, 无非就是我的声誉影响了画室。 在一群人焦头烂额的时候, 周琦打电话过来了, 先是道歉, 然后又对我说会尽快处理这件事情。 我现在不想听他废话, 挂了电话之后准备联系律师, 没想到周琦的动作还挺快。 下午的时候那条视频已经删除, 并且拍摄者也进行了道歉。 周琦发了声明, 这件事情就算是过去了, 傅多多说还算他有点良心和责任感。 下午我离开画室之后, 看见周琦站在马路对面, 他显然是在等我。 我们找了一个咖啡厅坐下, 周琦小心翼翼地看我一眼, 对不起, 以后还是请你管好你的那些红颜知己吧。 还有, 你试用期没过, 以后不用来画室了, 我不想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将话说得直白, 周琦眼神更加惶恐, 在我起身要走的时候, 他拉住了我。 阿温, 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我想不会了。 我正开周琦的手, 静止走了出去, 刚出门就看见 停在马路门口的一辆熟悉黑车。 是陈沐云的车。 我坐上车, 陈沐云也没问什么。 这倒让我松了一口气。 没几天, 我就收到了周琦的消息。 他说他提前结束假期, 准备回学校了。 我记得你之前也想考研, 我整理了一些适合你的学校资料。 最后, 他发了一封邮件过来。 这封邮件我没回, 也没删。 晚上陈沐云说他的电脑出了点问题, 借用一下我的。 我说好。 过了一会我忽然想起这封邮件信息。 推开书房的门, 那个, 我, 晚了, 自动登录的电脑邮箱, 最上面一封就是周琦的信息。 陈沐云看见了, 不过他没说什么, 只是问我, 你想考研。 嗯, 对, 我一直都想继续考研深造。 大四那年, 因为和周琦分手没考上, 后来又因为突然结婚而耽误了。 在日子过得无趣时, 我必须做出改变。 你想去哪? 我沉默, 这个我还没想好。 陈沐云反问我, 出国。 家里的气氛开始有些不对, 先是陈沐云早出晚归, 然后就是这几天, 陈沐云都睡在了书房。 他这是不同意我考研, 用分房睡来威胁我。 毕竟他已经是个学术狂了, 要是再多我一个, 这个家还像什么样子? 在冷淡了几天之后, 我接到了陈沐云妈妈的电话。 阿温啊, 你和沐云好久没回来了, 这周末家宴, 有空回来吗? 好, 我给陈沐云发消息, 对方没回。 我决定去学校找他一趟。 我在教学楼下面等了一会, 没看见, 又往他的实验室走了。 陈沐云的实验室在三楼, 透过玻璃窗户, 里面一群忙碌的人。 我一眼就看见了陈沐云, 温雅俊逸的身形和样貌格外出挑。 除了陈沐云, 我还看见了上次与陈沐云 并肩同行的那个女人。 两个人正同看一份实验报告, 虽然不知道他们交流的是什么, 但是有这种同频共振, 且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伙伴, 陈沐云的整个状态都格外认真和松弛。 我和陈沐云, 好像并没有这样在一起交流过。 我总算理解网上所谓找另一半 一定要有共同语言爱好的重要性言论了。 其实我考研, 有一部分的原因也是想追上她的步伐。 我不想只是做一个待在家里, 只能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 陈沐云和我这样的人在一块, 挺无趣的, 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我心底忽而生出无限的疲倦, 不想再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 那天晚上, 陈沐云很晚才回来, 我其实已经听见她的动作和声音了, 准备在她进房门的时候和她好好聊聊, 结果这人只是打开房门看了一眼, 又退了出去。 第二天, 陈沐云又是早早就出门了, 根本没来得及给我沟通的机会。 算了, 当面没法说, 微信总能说。 于是我打开和陈沐云的聊天记录, 一股脑敲下五个字, 我们分开吧。 刚发出去, 我就后悔了。 慌里慌张, 要点撤回。 对方就发了个, 过来。 不知道怎地, 我忽然就镇定了下来。 明天家宴结束, 我们聊聊吧。 说完, 我也没管陈沐云回没回了。 第二天周末的家宴, 是我一个人先到的陈家。 陈沐云的妈妈拉着我的手。 沐云又坐实验了。 我说是, 陈沐云七点半赶回来的, 刚刚好开饭。 她拉开凳子坐在我的旁边, 清烈的气息一下子就感染到了我。 陈沐云问, 这么忙, 现在才回来。 陈沐云语气淡淡, 她确实挺忙的, 估计还没来得及回家换衣服。 身上穿的还是讲课的白色衬衫领带。 陈沐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的父母聊着天, 我安静地吃着饭, 也没注意她们在聊什么, 直到陈沐云将一块踢好骨头的鱼放到我碗里。 我抬头, 正好听见陈沐云的妈妈问, 你们的婚礼, 什么时候办? 当初和陈沐云结婚匆忙, 还没办婚礼酒席。 我悄悄看了一眼陈沐云。 陈沐云垂眸, 不着急。 还不急, 你们都结婚半年了, 难不成等有孩子的时候再办? 饭桌一静。 我再次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人, 这回我和陈沐云对上视线了, 她目光深沉且冷淡, 我心一沉。 晚宴结束后, 我和陈沐云回了自己家。 陈沐云本来想留我们住一晚的。 陈沐云说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实际上, 她回了家之后就进了书房。 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 但我还记得昨天早上给陈沐云发的消息。 于是敲开了书房的门。 书房没开灯, 陈沐云坐在电脑前, 手支着鹅。 陈沐云, 她听见声音抬头。 房间昏暗,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觉她的目光定在我身上。 我们聊聊。 开灯之后, 我委婉开口。 陈沐云只看着我, 莫名有些压力。 我咽了下喉咙, 你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了吧? 那就好, 我继续, 那你, 分开是什么意思? 什么? 陈沐云又重复了一遍。 我回答, 就, 离婚, 陈沐云皱眉, 离婚。 为什么? 那一刻, 我的脑海里想过无数理由和事情。 就, 没有共同语言, 没有夫妻感情, 而且我要考研, 最重要的一点, 是她不爱我。 但不知为何, 到了嘴边, 变成了, 你太无趣了, 我不喜欢。 你指哪方面? 任何? 她愣了, 随即眼睛微眯, 缓慢而危险地吐出两个字, 任何。 啊, 她好像误会,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感情, 而且我一考研, 肯定交流就更少了。 我解释, 陈沐云说, 我觉得我们感情很稳定。 好吧, 男人的思维和女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 我是文科生, 感性, 她是理科生, 理性。 要真的在感情上分个逻辑, 恐怕一天一夜都分不出来。 我选择跳过这个话题, 陈沐云莫名烦躁, 她扯了扯领带, 没扯开, 动作更粗鲁了点。 我看见她脖子那块都被勒红了, 皱眉过去帮她。 你这么大劲干什么? 我解开她的领带, 抬头发现她将我困在了她和书桌之间, 眼皮子猛地一跳, 陈沐云目光如墨, 说不清楚, 那做吧。 陈沐云不是那种光作不说的人, 她当大学讲师, 讲究言行合一, 于是第二天, 我中午起来的时候还看见她在家, 说实话, 面对她我有点心虚, 虽然我也不知道这心虚哪来的, 我打破尴尬氛围, 问她怎么没去上课。 我请假了, 在这之前, 我想先处理一下我们的事情。 陈沐云喝了口水, 我在书房等你。 别。 有什么事情, 这里说就好。 我果断拒绝, 陈沐云被我突然提高的语气震了一下。 好, 她坐在我的对面, 从包里掏出一打资料。 这是我给你找的学校的资料, 会比周琪的更适合你。 你看看, 你喜欢哪所。 我被陈沐云这一举动打蒙了。 等等, 我们要处理的不是离婚的事情吗? 为什么扯到我考研选学校来了? 陈沐云捏捏眉心, 首先, 我们的婚姻事实并不影响你考研, 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什么,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 包括考研。 如果你是因为考研想和我离婚, 我不同意, 除非你想杀夫正道。 当然不是。 陈沐云认真的看着我, 那你坚持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没有感情。 我心一横, 这场婚姻太过仓促和突然, 她在打乱我的规划同时, 也打乱了我对感情的安置。 我现在都分不清楚, 我对陈沐云的感情, 到底是因为喜欢, 还是因为她是我的丈夫, 而产生的一种别样情愫。 听我说完, 对面的人沉默了很久, 过了一会我才听见她说, 好, 我以为她要就此松口, 没想到她话锋一转, 那我们重新开始, 温州, 从谈恋爱开始。 莫? 我正要发出震惊的疑问, 陈沐云忽然眉眼一滴, 声音也格外失落。 你从来没对我说过这些, 你只是以你的想法来揣夺我, 如果你连改变的机会都不给我, 这对我不宫廷。 好吧, 我承认, 我心软了, 一场家庭矛盾就这样被化解。 陈沐云真的是说到做到。 接下来几个月, 从每日清晨的早安稳到晚上的睡前牛奶, 我和陈沐云开启了一种情侣型的夫妻相处模式。 不仅如此, 陈沐云还将书房剔出了一半给我用。 每其名曰, 公共空间的使用增加也能增进夫妻感情。 到底能不能增进感情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我的知识增进了不少。 我的外语薄弱, 陈沐云的外语和外国人交流都无障碍, 得益于陈沐云帮助。 考研时, 我的外语没拖后腿。 而且我还发现, 陈沐云好像对空间画像也有一定的见解。 别问, 问就是一气话多了。 虽然陈沐云的方法有些简单粗暴, 但不得不承认,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和她的关系都比之前要好上一点, 至少不会待在同一个空间里, 对话都不超过两句了。 有的时候, 陈沐云心情好, 还会在睡前给我念一篇CNN。 感谢终于不是那枯燥无聊的什么鬼分子理论了。 考研结束后, 我去学校找了一趟陈沐云, 没在实验室看见她, 反倒撞见了之前和陈沐云搭档的那个女生。 嫂子, 你找陈老师? 她居然认识我。 我轻轻点头, 陈老师去数据库了, 你稍微在这等一下。 她推门请我进去的时候, 我看见了她左手无名纸上的戒指。 咦, 你结婚了? 我没忍住问出了声。 那女生笑了一下, 是啊, 我都结婚两年了, 怎么了吗? 我尴尬地笑笑。 我记得陈沐云说过, 他们做实验好像不让带饰品装饰。 看来我之前是误会了, 心底生出一种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心虚, 为自己那不合时宜的想法和狭隘的心思。 等待的过程, 对方给我倒水。 忽然问了一句, 对了, 嫂子, 你那画室租期快到了吧? 你怎么知道? 你租那画室是我老公的。 当初陈老师过来问过, 我记得你好像租了三年。 陈沐云。 我明明记得那画室是一个毕业多年的学长租给我的, 而且我是刚毕业的时候租的。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陈沐云。 那学长是我老公, 他和陈老师是同级校友, 读书的时候住同一层楼, 你和陈老师不也是校友吗? 是校友, 但我是毕业两年后才认识他的。 哦, 那陈老师对你可真好, 他是不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暗恋你? 这怎么可能? 不是吗? 还有之前画室出事, 他还专门请假去找你了, 后面还找计算机院的人帮忙删视频嘞。 画室出事的视频, 那不是周琦让人删的吗? 为什么今天的对话都这么让我迷惑? 正想问, 陈沐云回来了, 交谈到此结束, 但我心里总是记着。 晚上回去的时候, 我给远在国外的周琦发了消息, 询问他之前的事情。 周琦过了很久很回我, 不是两个字后面跟着一连串的解释, 但我只看到了那两个字。 在我出神的时候, 周琦又发了消息过来, 无非是一些问候语, 出于礼貌, 我一一回了。 最后周琦说, 没想到最后是他站在你的身边。 什么意思? 我总觉得这句话别有深意, 但还没来得问, 陈沐云就叫我吃饭了, 再加上后续考研复试等一系列杂七杂八的事情。 等我真正闲下来, 已经是好久之后了。 复试成绩出了之后, 我成功拿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我给陈沐云打电话, 难眼激动。 陈沐云问我, 那你今天晚上有空陪我看电影吗? 好啊。 我以为陈沐云会带我出去, 但实际上他说的看电影是在家看投影。 好吧, 也不是不可以。 我窝在陈沐云的怀里, 捏着他的手腕。 这种小动作以前可不会出现在我和他的身上。 但从陈沐云允许我看电影的时候吃薯片, 嗯, 偶尔的纵容是谈恋爱的机操。 中途看到一半, 有一段吻戏, 本来没什么。 但陈沐云突然叫了我一声, 在我抬头的时候一只手捏住了我的下巴, 然后头就低了下来。 我觉得我和陈沐云的这个吻, 比电影里的激烈多了。 因为吻完之后, 他问我, 周周, 你现在有没有一点喜欢我了? 这段时间, 我们互相为对方改变, 对对方的了解一步步增加。 我们开始去寻找共同的兴趣爱好。 如果没有, 那就培养。 我能够感觉到, 我对陈沐云的喜欢, 不仅仅是喜欢。 有, 你呢? 一直都有。 陈沐云说起情话来, 很撩人。 我以为他是哄我开心。 直到研究生开学前, 我在家里整理杂物, 翻出了之前上大学时的照片。 还挺多, 军训的文艺会演照, 比赛照, 还有聚餐合照。 距离我大学毕业, 已经过去快三年了。 但这些事情发生, 好像就在昨天。 我看着照片, 感慨出神。 忽然注意到, 这些照片角落里的一个熟悉人影。 在这些集体合照上, 都有一个沉默云。 我什么时候, 和陈沐云有过这么多的交集。 我一张张翻看下去, 发消息询问之前的大学好友。 陈沐云, 好像记得, 刚上大学的时候, 学校的新生晚会就是他主持的, 特别帅意学长。 我们之前参加全国画画比赛的时候, 和陈沐云他们的物理比赛在一个城市, 我们还一起吃过饭, 你忘记了。 你那时候办画展, 不是找他批的场地吗? 那些从别人口中得到的消息。 一点点汇聚呈现, 拉扯出了我从未注意的过往小事。 我记起来了, 大一慧眼, 我很紧张, 给我说加油的那个人是陈沐云。 和周琦谈恋爱, 因为周琦不懂和其他女生有分寸感, 在宿舍楼下哭的时候, 给我递纸巾的那个人是陈沐云。 还有比赛聚餐吃饭, 坐我隔壁的那个人也是陈沐云。 因为要办画展, 跑来跑去租场地, 在审批兰里签的那个名字还是陈沐云。 我一直以为陈沐云从未干涉进入过我的生活。 原来很早开始, 他就已经出现了。 我所谓的幸运, 其实是他一直都在朝我走来。 我终于明白了陈沐云最后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了。 还有周琦, 下午陈沐云发来消息, 说晚上加宴。 他做实验, 要晚点到。 加宴结束后, 我们照常回家。 陈沐云替我系好安全带。 我凑近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他挣了会, 嘴角好像有上扬的趋势, 但被他克制住了。 你干什么? 最近你的表现不错, 亲你啊。 嗯, 回去再亲。 陈沐云说, 回去再亲, 就真的是回去再亲。 一进门, 他就把我困在门板和他之间, 毫无章法且冲动。 我攀着他的肩膀, 陈沐云, 问你见识。 什么? 他的声音很低呀。 你是不是早就认识我呀? 你别想否认, 我找到了好多我和你的合照, 我都不知道里面有你, 你肯定早就认识我。 你是不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我? 这回陈沐云没沉默了。 他捏起我的下巴, 将吻扣了过来, 知道还问, 哦, 原来是真的?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不来找我? 你那个时候只喜欢周琦。 这个男人, 好委屈呀。 我又心疼又好笑。 没关系, 以后我只喜欢陈沐云一个。 感谢他来到我的身边, 教会我爱与责任。 我第一次见温州, 在大一的心声晚会。 他表演话剧, 穿的民国学生服。 一脸的青涩朝气, 躲在后台给自己打气。 我看出他有些紧张, 跟他说加油, 放轻松。 他朝我笑了一下, 眼睛很亮。 话剧很成功, 结束的时候, 还有人到后台, 要他的联系方式, 给他送花。 后面拍照, 他就站在我前面两台的位置, 还专门抱着那束花。 摄影师在调角度的时候, 他在跟旁边的人讲话。 我看见他半张侧眼, 眉眼弯弯, 底花好看。 新生晚会见他演话剧, 我以为他是表演学院的。 后面才知道温州是学美术的。 艺术学院特招进来的优秀特长生, 能够独立办画展的那种。 他办的画展, 还是我给签字审批的场地。 偷偷去看了一下, 的确很优秀。 温州刚进大学不久, 就有人在追求他。 好像和我同一栋宿舍楼, 叫周琪。 周琪这人, 有点中央空调。 不过那张脸和嘴, 倒是挺讨女孩子喜欢的。 她喜欢那样的。 没过多久, 我就听说他们在一起了。 说不上什么感觉, 就是有点诧异。 后来在学校的路上和操场上, 撞见过温州和周琪一两次。 温州揽着周琪的手臂, 脸上是刚谈恋爱小女生的娇羞。 嗯, 也挺好。 祝福。 大四的时候, 我忙着考研, 已经很少听到温州的消息了。 倒是因为和周琪住同一层, 有时候会看见温州在宿舍楼下等她。 有一次从图书馆出来的时候, 我又看见了温州, 不过是在哭着打电话。 看样子好像是小情侣吵架了。 我好心递了一包纸。 她说了谢谢, 又继续哭。 过了一会才走。 我也走了。 回宿舍的时候, 经过周琪宿舍。 门开着, 周琪正在里面打游戏。 我听见她外放的手机里传出 哥哥就我的甜腻女声。 皱眉, 想到刚刚下面哭的那女声。 于是伸手敲了敲他们宿舍的门。 周琪, 你女朋友刚在下面哭。 周琪看了我一眼。 没过多久, 我就有看见温州在宿舍楼下等周琪。 看来是和好了。 嗯, 还是挺好。 我不想多管, 毕竟人家是有男朋友的人。 我将心思全部投入到考研当中。 后来成功上岸本校的研究生。 但因为读书的校区不一样, 我搬离了本科校区。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再听到温州这个名字。 不过, 听说她和周琪的感情好像很稳定。 研一, 我们参加了全国的一个物理比赛。 在同一个城市, 遇到了本科艺术校区带队比赛的老师。 两边队伍都取得了不错的比赛成绩。 一合计, 来了一场联谊的聚会。 这是我们学院的温州, 这次比赛, 她代表我们学校拿了金奖的。 温州, 好耳熟的名字。 我抬头看见带队老师身边的一个女生。 哦, 又是她。 饭桌上大家对温州好像还挺感兴趣的。 有好几个人想要温州的联系方式。 这让我想起了第一次见温州。 那个时候她在后台受宠若惊, 一个个白手拒绝。 但这次她笑着扬了扬手机。 不好意思, 我有男朋友了。 一桌单身狗发出唏嘘的感叹。 温州他们的老师对温州赞不绝口。 温州还说自己以后想要开一家画室, 顺便考研。 考研, 我们本校的美术专业好像不是王牌。 不过我记得有个开画室的朋友, 他考研的那个学校好像还不错。 这一连串的想法冒出来之后, 我有些惊讶, 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想到这些。 但又想, 如果温州有需要, 我也可以帮忙。 但其实也没有帮到什么忙。 只在听说温州要开画室的时候, 询问了一下我之前的老朋友。 研究生的学业比之前还要更忙。 各种实验还有论文数据。 忙起来简直没日没夜。 读研期间, 因为成绩优异, 我的导师给了我一封引荐信, 让我继续深造。 我没拒绝。 两年之后, 我回来, 虚虚地担了一个教授的名号, 并且回到了原来的学校任职讲师。 那时候, 温州已经毕业两年了。 工作之后, 我妈开始操心起了我的终身大事, 琢磨着让我相亲。 我对谈恋爱其实没有什么兴趣。 但我妈坚持, 这个女孩子和你一个学校毕业的, 学美术的, 还开了间画室, 听说长得挺温婉可人的, 你去相处试试。 拗不过我妈。 我随口问了一句, 叫什么名字? 温州。 温州, 温州啊, 我忽然就笑了。 好, 我知道了。 去相亲前, 我打听了一下温州的事情。 原来她开画室前, 就已经跟周琦分手了。 毕业后, 她没有考上研。 性子也变得越发沉静, 和以前有些不同。 温州, 我叫她的名字。 她在出神, 听见后抬头看我。 眼神疑惑, 您是? 说来可惜, 我们见过这么多次面。 这是第一次, 我们认真地互相介绍。 我是陈牧云。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